大家好,欢迎收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东华凤九续写之《与君归》,作者浅谈 凤九微微一击,算作告辞便离了太成功,下了青秋 偏偏姑姑姑父,携着阿里往凡事游乐,尚未归 找私命帮忙,最后也得求到帝君头上 照连三殿下无异于给自己制造新的八卦 凤九思索半日,竟没有一个可用的帮手 而那青阁草必须在十五至阴之夜栽下最为有效 今夜,凤九如愣如何都要取得此草 思来想去,只剩下夜闯太成功,稻草这一条道了 于是便有了今晚的一切 思命听得云里雾里,代理了李思绪后 疑惑地拎出了凤九话中的一句错处 帝君何时说过不许小殿下入太成功了 风声烈烈,凤九急着赶路,却没听见这一句 此时的太成功中,鸡横正淒淒晃晃地辅着索银 欲然哭泣地向着东华道 索银是从小半鸡横长大 虽是走兽,却如同我的亲人一般 帝君不也是很喜欢他吗 此番虽是索银扰了来客 但并未伤着那女君什么 帝君为何处此如此重 将他伤成这番,却叫我如何不疼 东华正背对着鸡横 凝望着凤九离去的方向 余光轻轻瞟了一眼 眼泪光闪闪的鸡横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若是真伤了他,本君岂能饶他性命 伤了便送去药王处医治便是 无需在此哭哭啼啼 声音极轻,却极是破人 鸡横悬在眼中打转的泪花顿时不悬了 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帝君 东华缓缓转身 看向他的眼神中透着一股从未见过的冷肃 鸡横分不清那是不是帝君的怒意 本帝君何时告诉过你 这太成功有什么人不得善入了 鸡横入宫103年来 东华对他从来都是言语温和 他自幼长在魔族 对于天族种种的一致颇不适应 东华却从无半点苛责 凡事由他随性处之 虽不曾有什么清静窝心的话语 却也是对他照顾周到 耐心失教了多年 今夜东华所言 却字字字句句 皆呼鸡横意料之外 东华这是在教训他 鸡横自不敢往言 只是听问三百年前 这位女君 屡入太成宫 皆被帝君逐回青秋 三百年来 鸡横也从未见帝君 与青秋有什么往来 难道不是帝君厌恶那女君之故吗 帝君之忧就是鸡横之忧 鸡横不愿帝君受忧 所以才伟软告诉那位女君 本是劝他离去 求个彼此相安无事 不料 不料索赢他 许是鸡横莽撞了 请帝君责罚 东华竟只走过鸡横 向寝殿而去 未看索赢一眼 也未看他一眼 但诞然道 你若要领罚 便自去领吧 待索赢好后 将他拘在索邀塔 无事不必善出 往后这太成宫中之事 与你无关 不必多言 眼闭 东华离去 留在鸡横待在园中 一脸刹然与伤心 黎明初见时 凤九的云头 落在了西域凉峰山腰处的 浮洞前 身后还烧了个私命新君 赶路时 凤九已大略同私命提过 此行乃是因为他出游时 不胜遇险 凉累了一位朋友 为救他身受重伤 其毒难解 这清阁草 便是为他而取 如今正是火急火燎的 赶来救人一命 私命不理别话 耳中听到欲险二字 脑海中煞是闪过 帝君凛冽的眼神 心头已震 急急问道 小殿下何时遇了险 可存受了什么伤吗 凤九觉得私命 待他果然一片赤城 且近百年来 越发地窝心了 不由得也打起 一片赤城的回应道 说来也怪 从小到大 我虽美美欲险 却总是 凉累旁人 受伤受难 自己倒从未 受过什么大伤 你说 我是不是客栽心啊 此话一出 挨着栽心 并肩斜行的资命 本能地 微不可查地 挪开了半丈远 凤九口中说的 这个旁人 从前说的是 东华帝君 如今说的 却是苍蝇族的 少君叶青蹄 这边是苍蝇族的